我是李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际中心体育场 大家好,我是记者潘虫 我上海上岗队关于这种比赛的一切开战 与江苏晋艺舟队的根据 我是孙瑞,我在济南奥迪中心 其实体育在性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大连市的中心体育场 其实体育是记者,丁凤杰 大家好,我是潘虫 这一周呢,其实大家都经历了一些非常大的新闻 比如说宇翰超,比如说恒大的新球场 那在经历了这些新闻之后 在这些新闻平息之后 可能我们更想去了解一下 每个对他具体的这个训练进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国安最近的一个情况 那国安在昨天呢,是刚刚下达了通知 将会在4月25号结束这一期在云南昆明的集训进行休假 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已经接近20号了 离25号没有几天了 也就是说这期的集训已经到尾声了 但是目前队内除了外援和主教练没回来之外 其实还有阿兰,还有侯永永还没有归队 那他们呢,一直是在争取归队的机会 但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呢,机票非常难买 那他们归队的机会也就变得非常的渺小 那两位球员很可能这一次又是没有办法参加国安的集训了 那国安也是很头疼 因为阿兰来到之后呢,其实一直想跟阿兰进行这个合练 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没有办法去跟他磨合 国安其实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他们都会找到一些应急的措施 比如说主要练不在的时候,他们每天就是全队都会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集中的去看任内西奥的 就相当于上网课那种形式吧 会去看任内西奥给他们交代的一些事情 就那个场景真的还挺像,蛮像上网课的 我记得我考研的时候,大家就是坐在一个教室里 然后盯着一个大屏幕,看上面一个老师在讲课盘 就那种感觉,几乎每天就是国安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任内西奥姨每天都会跟通过视频会议呢 跟自己的教练组进行沟通 那今天哪位球员表现的怎么样啊 他们都是通过视频会议去进行沟通的 那除此之外呢,我还了解到国安在休息之后的下一次的集讯呢 很有可能是在上海展开的 那么具体还是要等国安的通知,我目前只是得到一些消息 其实到目前看来呢,国安的训练可以说是 整个中超联赛里比较有条不稳的一支球队 那他们呢一直是保持着这个有节奏的训练 他们也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在新赛季呢 能够保持一个更加稳定的成绩 那除了国安之外,同样训练也有条不稳的 我觉得还有我跟的另一支队伍就是石家庄永昌 他们呢自从国外回来之后,在隔离之后呢 也是一直在这个训练之中 甚至球员都很少有机会放假回家看看 那他们平常呢也都只能通过手机去与家人交流 那与家人交流的时候聊的最多的也就是让他们注意防护 一定要不要注意不要被疫情所干扰 石家庄永昌最近呢也是公布了自己的一款新的训练服 那这款训练服呢是特别有特色的 他的这个左胸口这个口袋下面是印有三个字石家庄 那印有这个自己城市的名字就显得这个训练服更加的庄重一些 这也是石家庄永昌新赛季的一个装备 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get起来了